怎麼看今次的聯儲局出道理 好像市場都比較嚇一嚇 是否比大家預期中說出來的消息 好像有點危惡 是否每次會議都會加息 其實如果你說昨晚 我會說對鮑威爾的表態其實是失望的 因為其實大家對他今次的要求滿意很低 大家都不是說要去想 究竟你是不是說今天加息 還是三月才加息 還是你要加多少次吃 其實大部份市場的大家 即是在市場投資的朋友 都是在等著鮑威爾去說一些很確實的事情 是的 但是他昨天其實某程度上 是出了一個最差的情境 就是他不敢說出一個很肯定的方向 路向的指引圖 為了大家繼續有一個很大的不明 在掌握數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原因 我待會再說 但是他現在你說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是鷹 就是說三月會加 然後就說每個月可能都會加 但是其實這一點就不算特別鷹 因為可能也要多謝大行 因為之前已經是幫市場消化定 因為如果想起大概一個禮拜前 大行就開始出 好像大家去玩show hand 你說兩次 我說四次 你說四次 我帶你兩次 是的 其實大到最多 其實今年你餘下的FOMC的meeting 都只有八次而已 所以其實說到七至八次就沒有人說了 是的 接著那些人就說 那每次0.25 那我帶你0.5 所以其實市場就之前大約一個星期 就不斷被這些消息在那裡纏繞著 所以簡單來說 市場是預料的 是的 其實你說如果只是就著次數方面 其實昨晚的市場反應都不是差的 但是到鮑威爾說了些什麼 令到市場真的失望呢 就是好像剛才你也有提到 它說那個貨幣政策的靈活性 但是反過來是沒有一個很確立的 去告訴別人 那個靈活性去到怎樣 是的 有一條問題問得挺尖銳的 你理不理股市的那個價格 它說這件事不是它後來欣賞 這件事 市場真的馬上會害怕 因為大家就會想 究竟原本大家是想中期選舉 除了你說要壓低通脹 其實很多美國的股民 新的股民 尤其是 其實都是COVID之後才明白 什麼叫財富效應 但是你在這一刻 你竟然敢動股市的話 其實大家要想就是 中期選舉可能接近半放棄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變了 其實簡單一點 就是剛才說的一個最重要的字眼 那個不明朗因素 昨晚經歷完是有增無減的 是的 所以其實市場昨晚 就是由原本我記得三點鐘聲明 就是只是說了那個 就是它還沒出來Q&A的時候 其實本來的故事是再抽上去的 那個S&P再抽上去 但是誰知道 到它不斷說話 就曾經嘗試過倒跌了 是的 我會這樣說 其實現在就真的在 正是就著聯儲局這件事 我覺得暫時大家都不理太多了 不要入炸了 我會這樣說 直播 你現在就說了 你現在趁快了 你現在怎麼站起來 我買好了 但是我們都不是 就這麼說 我買了 我買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